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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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日记忆现杰拉姊上色 矩蹦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利益终生 为了利益天下所有的终生 那么我们在这里讲的所谓的利益 是什么呢 就是最终极的利益 什么叫做最终极的利益呢 最终极的利益 就是让所有的终生成佛 这就是最终极的利益 这就是我们的作为一个大乘佛教 那么不管我们学习修心 烧香拜佛 所有的这个左山师的这个出发点 就是就是这个 我们为了更好的利益终生 为了利益天下的终生 而修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利益终生呢 首先我们自己要成佛 如果我们能够成佛的话 那就从此以后 就可以度化无量的终生 所以我们为了利益终生 下决心 我一定要成佛 为了成佛 我们今天听课 那以后大家好好的学习修心 这样子 这个叫做发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呢 我们这几天呢 每天都在讲 每天都提醒大家 发菩提心 因为这个菩提心呢 就是大乘佛教的灵魂 也就是大乘佛教的精化 也就是说 没有菩提心 就是不存在大乘佛教 也就是说 凡是没有 这个把菩提心 作为出发点的 所有的心山 都不叫大乘佛教 都不叫大乘佛教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们这一生当中 哪怕只有一个 这个北东的 虚佛的 这个菩提心 也是很不错的 也是很不错 所以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努力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 这一生当中 我们来到了这个人间 我们这一次 获得了一个人生 如果我们就是把这个人生当中 就获得了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的话 那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这个菩提心 所以大家要努力 分斗 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叫做菩提心 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课 那么今天的课 关于一些实修方面的这个课 那么什么叫做实修呢 实修就是实际的修行 实际的修行 也就是说 事实在在的修行 不是不光是嘴巴讲理论 就是一个实际心动 实际的修行 这叫做这个实修 那么我们前几天呢 讲了一些这个理论 那我们 不管是实修 理论 这两个都重要的 这个不能脱节 我们经常讲的文思绣 这三个 文思绣 这三个呢 都不能脱节 因为如果我们说 我们要实修 我们不学习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实修 实修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那么我们不知道实修的方法 怎么能够实修呢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大家要学习实修的方法 所以要文和识 文和识 我们一般的学佛的人呢 就是修自己 就是学自己的这些实修的方法 然后学到了以后呢 去修就可以了 然后赚直的 这个弘法的 比如说出家人 那么就光是学 这个实修的方法 还不够 除了实修的方法以外 还有很多佛教的这个 实节观 佛教的价值观 佛教的人生观 都要去学 那么这个佛教的这个 散观 没有一个是 没有一个是 跟实修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 这些不一定有直戒的关系 直戒和间接都有关系 但是呢 不一定有直戒的关系 但是还是要学 因为如果我们出家人 不懂佛法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佛法就是 没有办法传播了 没有办法弘扬 所以这个出家人呢 这个传 传播佛法 弘扬佛法当中 起到最最最关键的作用的 就是出家人 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子 因为出家人呢 他没有太多的 其他的工作 所以他有很多的时间 去专研佛经 然后呢 也有时间去修心 然后也有时间去弘扬 就是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并不是说 弘扬佛法 只能出家人 弘扬佛法 不能再家人 弘扬佛法 但是再家人呢 因为有很多其他的 实情呢 所以就是 这个 专门去学习啊 修心呢 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出家人 必须要学习 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佛经 然后呢 很多的佛经 学完了以后呢 我们最终 要把学到的东西 都要归纳 比如说我们去学 华严经 华严经 这么庞大的佛经 那么学完了以后呢 最终我们要把它 归纳起来 归纳 这个比如说 华严经当中 吸取它的 这个精化 提取它的这个精化 把华严经的 这个精化 体验出来 归纳 然后呢 就有一个 需要有一个 我们结合实际 需要有一个 很具体的 落实 或者是时间的方法 否则的话 华严经当中 讲这么多的理论 那我们也不知道 这些理论 到底有什么用 不知道 对我们有什么用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呢 学完了以后 最终就把这个 所有佛经的内容 要归纳起来 这个就叫什么呢 叫做 巧诀 或者是诀窍 诀窍 佛经里面叫做 诀窍 诀窍是什么呢 就像当年 大墓诸石 等这些 禅宗的这些诸石 诸石 大德 不利文字 心心相传 那么 这个 心心相传的东西 其实就是 像化验经 涅槃经 这个 冷切经 这些里面 它体验出来的东西了 它现在不需要 这个蚊子了 不需要蚊子 因为 它在这个蚊子里面 把这个核心的东西 已经 体验出来了 所以它把这个精华的东西 传 等于 就是 传了整个的 这个佛经 那不但是这一点 而且 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 化验经 芝麻后的八本书 要去看一遍 都难 看一遍都难 然后 就更不用说 我们把这个里面的 这个精华 修行 吸取精华 这更难了 所以 祖师达德 过去的高僧达德 通过他们的努力 他们先去学 学好了以后 他们 以他们的智慧 把佛经的精华 就 吸手了以后 踢去了以后 然后把它弄一个很规范的 有次第的 有次第的 规范的 摩世华的一个思维的方式 这个就叫做诀窍 这叫做诀窍 我们最终要抓到这个东西了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华阳君 学了很多 学了太多太多的知识了 但是这些 零零碎碎的这些知识 我们不知道这个知识 怎么样 把它联系起来 更不知道 怎么样 落实到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的 这个工作当中 也不知道这些知识 怎么样 这个 对峙 我们的烦恼 所以呢 首先要 光学多闻 最后把佛经的这个精华 要体验出来 会 去光学多闻 最后把佛经里面的精华 要体验出来 这个就是宗喀巴大师的 菩提导次第光论的前面 就是第一第二第三页 有七八页里面专门讲这个的 所以我们的诀窍 诀窍不离开这些经论 像《华严经》 像《无不大论》 像《波瑞波罗弥多》 不能离开这些 诀窍 如果离开了佛经 那这个诀窍 就不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它已经远离了佛教的佛经的内容 所以它必须要符合佛经的内容 但是佛经就这么庞大 然后像《波瑞波罗弥多经》 基本上重复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 然后很庞大的一个佛经 我们没有办法去学 所以我们出家人的话 这两个都需要的光学多闻 因为出家人要红发 把佛陀的这个智慧要传递 我上次也给大家 讲了一个佛陀缘辑的时候的故事 再讲一个缘辑时候的故事 释迦牟尼佛缘辑的时候 他把所有的他的遗生当中 所传的法 全部交给阿难尊者 交给阿难尊者 阿难那个时候还没有证悟 还没有阿罗汉 还没有证得阿罗汉的国位 但是阿难就是 所有的佛的弟子里面 就是堕吻敌义 比如说神童敌义 就像穆坚连一样 他是堕吻 就是因为他是佛陀的带着 佛陀的狮子 一直都在佛陀的身边 所以佛陀穿什么法 他都挺 所以最后呢 佛陀把这个他的脚法 就 穿脚 穿给他 给他 然后佛陀告诉他 那你把这个法 一定要穿 要穿下去 如果不穿的话 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是什么样的 是这个概念 他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 有一个黑暗的时候 黑暗 什么都看不见 的时候呢 有一大群的人 一大群的人 走一条非常危险的路 经过一个非常危险的路 那么 其中一个人 手里就有一把火菊 其中一个人的手里 就有一把火菊 然后佛陀就告诉这个阿南 那么 你觉得 如果这个人 他依靠他自己手里的火菊 的火光 然后就顺利地走过了 这条非常危险的路 走完了以后呢 他把这个火菊 灭掉了以后呢 灭掉的话 那就问阿南 你觉得怎么样 阿南就是说 这个非常的不好 然后佛就告诉阿南 那么 你们现在 就是通过 我教的这些法 这样很多人都已经 已经顺利地走过了 走过了这个很危险的路 但你们已经 很多人都已经争得了 但那个时候阿南 还没有争得 但是其他很多人争得 争悟了 那么 你们 旺盛的时候 把这个火菊 就灭掉一样 不换 不交给别人的手里 自己带走了 那么 这个是跟 这个黑暗当中 把自己走过去了以后呢 把这个火菊 灭掉了一样 然后就佛就告诉 告诉这个 阿南 这个时候呢 这个人 他通过 这个火菊 走过了以后呢 他应该把这个火菊 传递给 其他人 送给其他人 每一个人 就靠这个火菊 可以顺利地度过 这样子 所以 出家人呢 出家人的责任 就是 弘法 离生 佛陀将 出家人 当年 释迦牟尼佛 成佛的第六年 第六年 佛陀的父亲呢 特别特别的失恋 他的儿子 然后呢 佛陀的这个 父亲 请凡王 他给佛陀写信 让他回来 看他一眼 那么 佛陀也就回来 看他们了 后来佛陀就讲 出家人 对在家人的礼物 比如说 我们出家人 回家去看父母呀 等等 这样的时候呢 出家人 给在家人 应该送什么样的礼物呢 佛就是说 不应该送 其他的礼物 就送佛法的礼物 出家人 对大家的这个礼物 我们能给大家 带来的礼物 就是佛法 佛陀的智慧 和佛陀的慈悲心 这是世上 最稀有 最珍贵的礼物 这个应该 出家人应该送 这种礼物 出家人不应该去准备 其他的礼物 不需要的 所以 出家人呢 要光学多闻 光学多闻 在家人 如果有时间 当然是很好了 但是呢 我们 大多数的人 尤其是 就是生活在 赌食里面的 现代人 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那么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去学 精华 学佛经的精华 佛经的精华 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战传佛教里面 凡是 后面 这本书的 题目的后面 凡是有三个字的 阴导文 这三个字的 这一类的书 全部都是 这个 这个 佛经里面 这个 浩瀚无音的 佛经里面 提连出来的 精华 然后把这个 精华 它不单单 是一个精华 而且这个精华 就 就分雷 然后 整理 把这个 前后的次第 分得很清楚 这种 一个 非常 具体的方法 这叫做 引导文 这个就是 诀窍 那么我们 大多数的 在家人 生活很忙碌的人 直接 就去 学习 直接就去 学习 这样子的法 这就是一个 具体的 搭着的 搭着的方法 具体的 搭着的方法 这个是我们 不能不学了 如果我们 不考虑 学太多的佛经 没有时间 也可以 但是呢 这一点是 必须要学的 这一点都不学 那么 这根本就 没办法 修行 根本就 不知道 怎么样 修行 所以 希望大家 以后呢 大家很 喜欢这个 烧香白佛 买包拼 水炉发挥 都很喜欢的 既然 这么喜欢的话 也适当的 可以做一点 但是呢 不要把 全部的精力 去做这些事情 还是要把我们的 百分之八十的时间 我们把 学佛的这个时间 当中的 百分之八十的时间 还是用来应该 学习 修行 搭着 然后百分之二十的时间 或者是百分之十的时间 就用来 这个 烧香白佛 求佛 也可以的 也可以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 闻思 我们不知道 怎么样去修 如果不修行 那么我们一辈子都 这个烧香白佛 这个有功德 有功德 但是 这个功德 跟我们的烦恼 是不冲突的 所以 它不能减少 我们的烦恼 所以大家 以后呢 我们所有的 这个 学佛的人 不管是学 藏传佛教的 汉传佛教 大家都要去修行 我觉得 我们 比如说在台湾 不管是藏传佛教也好 汉传佛教也好 新土 新土的这个情况 我觉得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 大同小仪 什么是大同小仪呢 大家都比较着重 就是烧香白佛 朝白啊 就是这些 水炉发灰啊 然后就是 等等 就是这些 就是为了 这个人天成 我们学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问题 从此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 我们应该 不管是藏传佛教的也好 汉传佛教的也好 凡是佛教徒 应该学佛 不应该天天求佛 求了佛也没有办法的 有些时候我们 如果佛有办法 根本就不需要求 他一定帮助我们的 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 但是呢 佛有些时候也很无奈的 他让我们去做的 我们又不做 然后又天天去求他 这样子 佛也很辛苦的 如果释迦牟尼佛 我是一个人的话呢 比如说有一个这样子的患者 有一个这样子的患者 他医生给他凯的 这些治疗的这些方法 他一个都不接受 给他吃的药 他也不吃 然后所有的这些治疗方法 他都不接受 然后呢 天天都到这个 到这个医生那里去求 求医生给我治病 那你们觉得这个医生 对这个患者 反不反呢 很反的 非常心反的 为什么 我给你的方案 你不做 那我怎么 你求了也没有用的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这个医生和患者之间 一定会出现 一环矛盾 一环的矛盾 所以 但是佛是慈悲的 慈悲了也没有办法的 佛也没有办法 所以佛给我们的这个方法 解脱的方法 我们要去做 这样子的话 不求也能够解脱的 如果佛支给我们的炉 我们不走 求也是难 也是很难 所以学佛大家要知道 必须要知道 学佛的方法 我们这个机会呢 也许至少在几百万年 或者是几万年 几千年当中 有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了 这一项是唯一的机会 所以大家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珍惜这么好的 这么好的这个机会 比如说 有一个做生意的人 他去做这个生意 可以赚一百万 然后他放弃了 错过了机会了 那他一定会后悔的 我怎么放弃这个机会 我怎么没有好好珍惜呢 如果珍惜就可以赚一百万 但是我们这一项当中 就是如果我们稍微勇工 稍微努力的话 极声称佛我们不敢说 极声称佛 但是这一项当中 真无民心坚信 是非常非常有可能 然后这一项当中 我们心中参生起 正是不虚的菩提心 也就是说 很标准的菩提心 这个可能性是相当的大 但是我们把这么好的机会 都放弃了 天天去求 那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大家以后 学佛的方法 千万不要错 不管是脏传的 酣传的 都是一样的 非常的重要 那么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实修 实修就是依赖 文思 所以藏传佛教里面 就讲文思绣 这三个不能脱戒 一个都不能少 文虽然是有光文 光文的 还有一个简单的 两个区别 不管是光文 或者是稍文 还是需要这个文法的 没有文法 就没有办法学佛 没有办法修行 所以希望以后 我们所有的 这个佛教徒 大家都 之前 我也不是 并不是说 之前所有佛教徒都不修行 当然有很多修行的人 但是呢 我想就是 我们不太修行 去烧香拜佛的这种 咸香 是比较普遍的 那么现在我们 我们大家 靠大家的努力 以后 大部分人 都是学习的 修行的 少部分人才 求世间福报 这样子的话 这就是有意义了 但是我们现在呢 大部分的人 求世间的福报 小部分的人 才 修行 这样子的话 就是 这个学佛的方法 不是很理想 希望大家 必须要 懂这个道理 要 自己 怎么样 学佛 一定要明白 好 然后 接下来我们 今天讲 这个 今天的题目 今天是 如何 实修 实修的方法 一个实实在在的 修行的方法 那么 实实在在的 修行 有很多中 比如说 我们修 禅宗 也是实修 禅宗也是实修 非常具体的实修 然后我们 念佛 一心不乱的念佛 一成不然的念佛 这也是修行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修行 比如说 一心不乱的念佛 一成不乱的念佛 修禅 还有密宗里面 修本尊 这三个字完全是一个意思 为什么是一个意思呢 比如说 以成不然 成就是烦恼 不然就是没有烦恼 或者是 成就是诈念 各种各样的诈念 不然就是没有诈念 非常平静的心 去念佛 这样子叫做念佛 一心不乱的念佛 不然的念佛 这个实际上 也就是禅宗 我前几天也讲过了 我们修禅的时候 禅滑头 滑头就是比如说 纳摩阿弥陀佛 这样子的几个字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然后去看 这个心的本性 在这个当中 它就体会到了 心的本质 我们的内心的本质 本质就是 明心 这个佛心 明心坚信 那么明心坚信的状态当中 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样子 即是禅宗又是净土 然后密法的这个本尊的修法 密法的本尊 比如说它观想本尊 比如说金刚萨多 或者是其他的 然后就念这个金刚萨多的轴 比如说 欧阿弥陀佛 等等 念这个轴 那这个轴的时候 念这个轴的时候 它必须要达到四个条件 四个条件 四个条件当中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观想本尊 像金刚萨多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念 念就是出声音 或者莫念 念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心这个时候 必须要安住在 真无空心的境界当中 其实就是明心见心 然后呢 有观想 中子发光 离以终生 这个里面呢 有佛的身口仪 实业 实业就是度化终生的实业 神是什么呢 观想金刚萨多 或者是观想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神 圣瑜伽 圣瑜伽 身体啊 观想佛的身体 然后欲瑜伽 欲瑜伽就是 瑜伽就是 尤嘎 尤嘎就是 修心 神的修心 瑜的修心 这个意思 然后 念周 就是瑜的 瑜的这个瑜伽 然后同时把心 安住在空心的境界当中 这个叫做 行有感 心的瑜伽 就是 心的修法 然后 在这个当中呢 这个 中子 或者是金刚萨多的 身体发光 发光 这些光 招舍 六道轮回 然后把六道轮回的 这些通窟 业章 这个 清净 这个就是佛的 度化众生的十业 这叫做 十业游嘎 这叫做四个游嘎 四个游嘎 你们可以去看 这个糖米 糖米里面呢 就叫做四个游嘎 糖米里面的 这个四个游嘎 稍微再提升一下 就变成了 误伤弥宗 就是所有 藏传佛教的 这个 不管是 尼玛 格鲁嘎 都所有的 最中修的 这个像 十论金刚 这些 当中 讲的 这个 四个游嘎 稍微提升一点的话 就变成这个 那 实际上 这四个游嘎 就糖米 糖米 汉传佛教 是有的 糖米里面 有四个游嘎 四个游嘎 那这四个游嘎 实际上 禅宗 有 禅宗 只不过没有观想 没有去观想 这个 阿弥陀佛 或者这些 其实观想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 没有强调要观想 除了这个以外 一个是 这个观想 还有一个呢 发光 发光去 光铺照 六道终生 清净他们的罪业 这个禅宗没有提 就中间的两个 主要是两个 一个什么呢 念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佛的 欲游嘎 然后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 同时是 异性不然 心 暗注在 禅 这个禅 也就是命性 坚心的 境界当中 这就是 佛的 性游嘎 性游嘎 这里面呢 藏传佛教的 本尊的 四个游嘎里面呢 已经有了两个游嘎 而且 这两个游嘎 是最核心的东西了 观想佛的身体 比如说金刚萨多 还有观想 发光 利益终生 其实这些 不是最核心了 最核心的 就是中间的两个 中间的两个 大家看懂了吧 密宗里面的 所有的本尊的修法 都必须要有这个条件 如果没有这四个条件 那就不是表准的 本尊的修法 这个中间的两个 这两个禅宗 就是禅宗 绝大多数的 我前几天也讲过 松代以后 松代以后的禅禅的人 大部分都是年 年佛禅禅的 念佛念 拿摩阿弥陀佛 然后就看 看这个禅华头 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的是谁 就是这个时候呢 他一方面 他观察六一 是谁的过程当中 其实不是谁 没有念阿弥陀佛的人 没有谁在念 拿摩阿弥陀佛 他证悟了 这是信犹感 藏传佛教的 本尊的信犹感 但是他在像如缓如梦的境界当中 他念不断地念 拿摩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藏传佛教 本尊的欲有感 欲有感 前面的圣有感 和后面的实也有感 这两个没有去做 中间最核心的两个 这个上面呢 金土 禅宗 密宗 都是一致了 都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不了解 这些深层子的人呢 就觉得 先迷 睡火不容 然后就相互排斥 诽谤 然后让很多很多人 遭罪 夺地狱 这样子的学佛 真的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就叫做实修 这叫做实修 所以我们 所有的路 都在往这个方面走 过去书有一种 有一种说法 就是跳跳大路 通罗马 所有所有的这些 修行的方法 它最后要到达 就要通什么呢 通民心兼心 所有大乘佛教的 不管是禅宗 金土 密宗 所有的修行的 最终的 要到达的境界 就是这个民心兼心 但是他们的 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渠道 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实修的话 就是要到达这个境界 所有到达这个境界的 一个很具体的方法 叫做实修的方法 叫做引导文 引导文就是这个 这个是不能不学的 如果连这个都不学了 那就根本没办法修行了 根本不知道怎么修 那么我们怎么样 达到这个最终的目标呢 还是有次第的 次第 这个次第是不能颠倒 我前几天也讲过了 我们所有的藏传佛教的 这个次第呢 就像中喀巴大使的 三主要道里面 这样的一样 先是处理心 然后就是菩提心 最后就是真无空心 我前几天也给大家讲过 汉传佛教里面呢 没有这种私家性 无家性这样子的词汇 没有这样子的词汇 没有这样子的说法 但是这些内容都是有的 大家可以看看 徐云老和尚 是经代的 我们所有人的公认的大德 那么他的开示录里面呢 他讲的这些开示录里面呢 看得出来了 参禅的贤觉的条件 或者是半道场的贤觉条件 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身心因果 身心因果 所以这是因为 这是贤觉的条件 所以藏传佛教 把这个私家性当中 一个就是因果不虚 因果不虚 然后徐云老法师的 这个贤觉的条件里面呢 一个就是 深深地体会到轮回痛苦 深深地体会轮回痛苦 所以藏传佛教里面呢 私家性里面的一个 就是轮回的痛苦 轮回的痛苦 这些里面 还有这些里面呢 徐云老和尚也引用了 怀炎经 藏阿汉经 等这个内容 也描述了人身难得 人身难得 所以藏传佛教的 私家性当中的 第一个就是 人身难得 所以汉传佛教里面呢 虽然是没有 私家性 无家性的 这样子的词汇 没有这种说法 但是内容都有啊 大家都看得出来的 都有的 所以我们 不管是学什么 赞传 汗传 其实这些方法的 排列的次第不一样 思维的模式 有些时候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呢 它的这些具体的东西 里面的东西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们 尤其是 尤其是现在我们这样子的 多元化的文化 全地球变成了 这个地球存 这样子的时候 时间空间的 变小的时候呢 全世界的文化 我们都有 都有机会 接住 多元化的文化 这个时候呢 我们 必须要有 争执争监 如果没有 争执争监 那我们 就去 很容易去 这个 遭 帮法的罪 设法的罪 这样子 非常非常危险的 希望大家 还是要有一点点 还是要 在家人 也有一点 这个文思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重要 那出家人呢 不文思 那干什么呢 出家人的 工作就是文思 那么 这样子文思了 以后我们就知道 知道怎么样去修 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 解脱岛 今天我们讲的是 解脱岛 解脱岛和这个 轮回和解脱 这两个是 堆立的 堆立的 那么 轮回和解脱岛 两个岛 一个是轮回的岛 另外一个是 解脱的岛 这两个岛的 分岔路口在哪里 大家必须要 搞明白 什么时候是 只有一条路 什么时候把这个轮回和 这个解脱岛 两个分开 那么 以什么东西 把它们两个分开了 这个大家必须要明白 什么东西呢 不是真无 不是真无大圆满 不需要那么高的法 不是明心 坚信 也不需要那么高的法 那么高深的法 那是不是菩提心呢 也不是菩提心 也不需要这么 也不需要这么伟大的精神 我们走向解脱 这些都 这些都不是 现决的条件 不是最基础的条件 唯一的条件是什么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 所有人一开始的时候 就走一条路 然后呢 我们 赖到了一个 这个分岔路口了 这个时候是什么呢 当我们听到了 这个轮回的痛苦 出离心的时候 大家 告诉大家 当我们 从来没有听到出离心 我们只懂得 烧像拜佛的时候呢 我们的前面 只有一条路 一条路 一条路就是什么呢 圣死轮回 就是这条路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烧像拜佛呀 水炉发挥呀 买包拼呀 还有超度的排位呀 礼排位呀 等等 所有一切都是在往这个轮回的道路上走 这个往轮回的道路上走 这个时候呢 我们突然听到了 有一个叫做处理性的东西 处理性的东西 这时候呢 我们的前面就开始有两条路了 远来的一条路 现在变成两条路 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分岔路口 一条路 还是我们过去走的老路 就是这个我们 一直都学佛的时候 不学佛的时候 一直都在走 学佛的时候 我们也捐钱 修苗 为了什么呢 为了健康长寿 然后呢 交很多的钱 就是要争取进入这个 水炉发挥的密探 累探 为了什么呢 也是为了 为了这个 健康 长寿 然后就 灌很多很多的财神的地呢 卖很多的包拼呢 也是 这个目的就已经很清楚了 对啊 那这是我们一直都走的老路 那么现在我们发现了另外一条路了 另外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呢 就是解脱的路 解脱 但是这个有可能是小乘佛教的解脱 有可能是大乘佛教 反正这个就是解脱的路 我们的老路完全不一样 那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了这个分岔路口呢 当我们听到了出离心跟出离心的修法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来到了这个分岔路口 我们站在这个分岔路口 就站在这个路口 现在我们有选择了 有两个选择 一个走老路 一个走另外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就是解脱道 那么什么东西把我们的山根都编成了解脱道呢 出离心 告诉大家 这个不是藏传佛教说的 这个也不是密宗说的 这个是显宗说的 藏传汉传的佛经里面都有的 这就是比如说伦 伦出离这两个字 很多很多汉传佛教的这个经典里面都有的 包括怀元经里面都有的 出离这两个字 出离就是解脱的意思 然后伦 特别的清楚的讲 这个出离 什么东西把我们的山根都编成了 这个解脱的法 这就是聚舍伦 聚舍伦不是藏族人写的 是印度人写的 也不是汉族人写的 印度人写的 实亲菩萨写的 聚舍伦就是孝称的阿比达摩 孝称的阿比达摩 今天我们的南川佛教的这些 这个修心 比如说南川佛教的修心的引导文 我刚才说的引导文 就叫做清静道轮 就是来自于这个居士轮 那么这个居士轮的解释里面 讲得特别的清楚了 就是如果有处理性 然后我们的这个 从此以后 我们的所有的山根 都变成了解脱的 解脱的这个山根 解脱法 叫做解脱法 没有这个出离性之前 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法 都不能让我们解脱 有了出离性 也就是说 只要是我们的这个出发点 是出离性 那么不管是肖像也好 拜佛也好 做什么事情也好 都是变成了解脱道 这时候呢 我们就是走上了解脱的道 所以解脱道 如何实修解脱道 就说白了 就是我们要去修出离性 我们可能有可能 有可能我们到很多地方去讲课 经常在佛教徒里面 就是像学校啊 这些里面我们不讲 在佛教徒里面呢 我们都在讲这些出离性啊 为什么呢 是不是没有其他的法 有还有很多很多的 其他的法 这些法讲了 暂时我想啊 少数人用得上 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 都用不上 所以用不上的这些法 讲不讲都是一个意思 讲了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点 比较有用的 也就是说 当然啊 佛法里面是没有 没有用不上的 没有没有用的东西 没有用的佛法 但是呢 我们人 暂时做不到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能用得上的 只要我们大家愿意去做 能做到的 就是处理性 处理性相对来说 是很简单的 那要实修处理性 希望大家实修处理性 我们先不要 我们先不要去 这个修 很高盛的法 大圆满 我们先不提了 然后大手印呢 十轮金刚 我们也先不说 明心坚信 对我们来说 也很难 这个都不讲 讲什么呢 将我们的 沿迁的 这个路 首先我们的路 分成两条路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就是处理性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 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当时释迦摩尼佛观察 这些众生啊 贪 沉 痴 习气 非常严重 都是一声两声 无量接来的 那要使他的转变 他的习性 很难了 所以 他观察之后了 他感觉着 在这个说法之中 教化众生啊 就要说法了 就要教育他们了 让他们 也都能够觉悟 在他观察了之后 总结的四点 四点 来教化这些众生 第一个 要向觉悟呢 得靠自己的努力 如果你自己不努力的话 你觉悟达不到 努力一般的努力不行 得特别的精进 特别的精进 你才能够达成觉悟 在当时说法 观察众生之后啊 佛总结 说了四圣替法 苦 寂 灭 道 但是苦有苦替 替是道理 替是理 苦是现象 为什么苦 有道理的 造业才苦 寂寞是招感的意思 不是一苦两苦 招感了无量的苦 就是我们美人 身口意 说话 身体的行动 思想的思维 这总和体啊 这里做了很多的语言行为 这我们一般的讲呢 是食业 身 杀 道 阴 口里头呢 妄言 妄言 其余 两舌 乐口 意念的 贪神词 这四种加起来 佛意在说法之中 说的是苦 寂 灭 道 这个在最初时候 叫四圣替法 那么 佛说 总的精神 就是 决的 开始 要把 这个一切众生 要使他都能觉悟 得断 苦 寂 灭 道 加个T字 T是理 苦的理是什么 寂的理是什么 灭的理是什么 道的理是什么 所以加个苦寂灭道的 四圣P P就是理 这是最初说法的 最初根本的 一个说法的起因啊 要离去苦 离苦你就不要做因 苦是果 寂呢 是招感 寂是因 那你把它翻过来 要修道 修道就是灭苦 是两种因果 苦寂呢 是世间的因果 灭道呢 是初世间的因果 用初世间的因果 消灭你世间的因果 这就是 在我们经常明白的 知苦断寂 诬蔑修道 知道苦了 你别再造了 那最初开始的时候 你知道 为什么要受苦 是招感来的呀 是寄来的 把种种的业 寄到一起 受报 苦是报 寄你是因 因为你造了种种的业啊 才受现在的苦报 这叫世间因果 因为你造业了 就受报了 因为你 召集很多 做了很多错误事情 所以你受苦 这苦可多了 我大致提几个就是了 生了病死 人生下来痛苦 这个可能忘记了 生下来就忘记了 但是生老 老的苦啊 多了 大家看看老年人 那这不要解释 大家都明白 害病 任何人都要害病的 没有没病的人 释迦牟尼佛 也实现病啊 害病就苦了 死 大家怕死 一切动物 生有情的东西 都怕死 那必然是死 这不是怕也怕不来 但是 有的死是苦难 这个大家都经过的 每位导游都经过的 耐别离 你最相亲相赖的人 非分开不可 但苦的事情很多 女人交往 不遵心 你也苦了 做贸易失败 为发财还赔本了 你也苦了 你的工作人员 上下级关系不好 你也苦了 你这一生啊 苦的事太多了 怎么要断它 认识它 苦的性是假的 苦不是真实的 我上来讲的一些法 全是假的 没有真实的 但是你不认识它 被它所违了 不必了 假使你认识它 它离不当你 你不苦了 一切苦都断绝了 苦没有体性的 不是真实的东西 可变化的 可消灭掉的 这个教育 就是决的教育 问题是什么呢 你不认识它 而且被它所转 你就给这些苦难 当奴隶 苦难是主人 你能不苦吗 你怎么样子 才能断苦 你别糟了 只苦断继 诬蔑小当 你知道苦是怎么来的 是你自己招干来的 那你怪谁啊 只怪你自己 人说制作业 不可活 你自己造业 把你自己处死了 你活不了了 但是我们觉 明白了 认识它了 认识它了 不受它的伤害 当你要觉悟了 什么都没有了 迷了 迷失 明明有六曲啊 天人 地狱 乐鬼 出生 修罗 六道轮回 一样也不傻 迷了 过了呢 绝后空空无大前 等你绝望之后啊 大前四界 全部没有 全是假的 没有 一样是真实的 就这一个绝字 就是三藏十二步 大乘教育 小乘教育 全是一个绝和不绝 而这个绝字的范围非常广 就是释迦摩尼佛 所有的教育 一个字 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by bwd6